你好 欢迎收看6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连两天零确诊了 县长徐正卫 秘书长张艺华 还有卫生局长朱家祥 在记者会上也向相亲报告这个好消息 而另外花莲在实力杂志 22县市食育力大调查当中 也荣获全国第一 这份荣耀是属于全县相亲的 县来欢迎全国消费者 可以多选用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 吃的健康营养又安心 花莲县连续两天零确诊 县来徐正卫 民宿长张艺华 以及卫生局长朱家祥 下午三年在卫生局 召开典性的防疫措施记者会 县来徐正卫向相亲报告加音 花莲在实力杂志22县市当中 食育力大调查中荣获全国第一 食育就是国力 所以花莲永夺第一 在这里我真的要谢谢 我们所有的花莲的农友 还有我们的返乡青年 青农以及从外地移居到花莲落户 关心这块土地 有爱这块土地的人 更谢谢我们所有的花莲 乡亲花莲的家人 无论是在我们的卫生机构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机构 透过我们食农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食品安全 或者是我们环境的安全 环境的永续 其实在方方面面 花莲整个我们的成绩都非常非常好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强表示 分析县内68个确诊个案 男女比例为1比1 最小年龄3.5个月 最年长者81岁 其中40岁到64岁之间 确诊者达29位 据分析该年龄层次 作为社会中间分子 而且属于家庭经济支柱 而感染原因属于家父 因素打17人 那我们发现到最主要的 这个感染的对象 就是在我们的60到64岁 占了大概三分之一强 29位 那这一个40到60岁 是我们中年的人 基本上在我们是社会的中间分子 也是家庭最主要支柱 所以到外地工作 那因此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在外地工作的过程中 染疫了之后 然后回家 而造成我们家户的感染 所以从另外这一张 这个左手边这一张 可以看到 那在这个里面呢 以家户感染的人数是最多 那这个68位中有47位 那这里面有17位是外县市 所以很显然就是 大家在外县市被感染之后 回到家之后 造成家庭的情聚 主要想表示 许多民众在居家隔离 以及住院期间 内心不免受到影响 卫生局建议相信 以转心安 上下方法 把隔离当作休息 将思绪转面 静下心来思索未来的方向 进行使用心情温度计 量测情绪 当情绪受到困难的时候 记得寻求协助 拨打安心专线1925 记得继续观看这边了